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谢谢你今天圣诞节再次的提醒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在今天的崇拜当中 要特别把今天的整个圣诞节崇拜向主你来交托 我们纪念着讲道的罗主教 如今的玉德弟兄 还有带领崇拜的日性执事 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崇拜 不管是台前幕后做直播的投影的招待的都向主你来交托 以致我们今天早上整个的崇拜都是蒙主喜悦 并且能帮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主耶稣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的当中的重要的道理 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愿祝大家圣诞蒙恩蒙福 祝恩满意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早救主基督诞生 圣参崇拜 你们不要激发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光呼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深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这时刻让我们坐着来听录电视听啊天使高声唱 让我们来默想你们的歌词 静心聆听 预备自己 专注救主诞生 听啊天使高声唱 拥有对心声望 地上的男人忘了 声乐和好再响起 静静地爽 心高深长 拥有对 共生涯和 一心身旺 地上 与独双与伯利和 与个天使高深长 拥有对 共生涯和 与ower創意天使风雪高 寺度生与伯利和 与个天使高深长 拥有裂为 心胜亡 使道诊剑 通经班 寺度哇 带路沙封 所望 终天将 与主 foil 有好 至高丧主以荣誓 道成荣誓将诚实 当与世人皆家庭 耶稣是以马雷铃 天而天使道深藏 荣耀为你轻声望 欢迎铁江河平华 欢迎会黄红衣华 带来生命牵挂 起始会正义创伤 顺积荣华与天上 将诚族人出世望 将诚实人的高声 将诚实人的宗生 天而天使道深藏 荣耀为你轻声望 天而天使道深藏 荣耀为你轻声望 敌人上 敌人 荣耀为你轻声望 敌人上 敌人 与世人 荣耀为你轻声望 直到天地空静般 去渡万代用神话 万事说万众天教 甘心非为之流放 至高丧主的荣誓 道成荣誓将诚实 当一世人之下的 耶稣是一马内地 第二天迟到深藏 荣耀归于清晨王 万云天教河兵华 欢迎为黄红衣华 带来生命牵挂 即使会真意装傻 设计荣华丽天上 将是族人出世王 将是世人的高声 将是世人的宗生 第一天迟到深藏 荣耀归于清晨王 我们现在 在大地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答案 送养主的荣耀 敬听主的圣经 以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拯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施恩 使我们接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 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 全能上帝的面前 天公认罪 弟兄姐妹 让我们坐坐或跪下 让我们审查 我们过去 得罪神和人的地方 我们求神 接近我们 认罪文 让我们一起 同心 同生 认罪 祷告说 天人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以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早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别心愧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 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常侍奉主 就将荣耀归主的圣名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你饶恕一切 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 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 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 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 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对这种请起立 让我们来提此的问安 在防疫期间 我们不做肢体的接触 只让我们 拱手的问安 让我们彼此说 救主耶稣 为你为我而诞生 让我们向左右前的 弟兄姐妹来说 救主耶稣 为你为我而诞生 我们仍然站立 注文 今天是救主圣诞日 让我们一起用本日注文 重生来祷告说 愿赞美归于全能的上帝 天上的王 主成差 圣子耶稣基督降世 造成露生 为同真理 所生 主祭世恩叫我们重生 愿主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愿主耶稣的圣父 圣灵 一同掌管世界 如同在天上 世事无尽 阿们 这种请坐 这时候我们请祈祷 弟兄来读今早的经文 还有福音书 兄弟姐妹们平安 今早要攻读的经文 取自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 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九章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 幽安 从前 神使 西部伦地 和拿佛他利地 被藐视 幕后 却使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 加利利地 得杂荣耀 在黑暗中 行走的百境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民繁多 加征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像人分 卤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 重恶和尖头上的杖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 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战士在乱杀之间 所穿戴的灰甲 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 都必做可烧的 当作火柴 因有义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当在他的尖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侧色 权了的神 勇债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 以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慧众们请起立 在先读福音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一节到十四节 愿荣光归与主 当那些日子 凯撒奥古斯 都有旨意下来 跳天下人民 都报名上策 这是基里纽座 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 报名上策 约瑟从加利利的 纳撒拉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波利恒 因他本人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生育 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场机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 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根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 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鹰鸭孩 抱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 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是基督的福音 愿赞美归于基督 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里恭贺大家圣诞蒙恩 我想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大概九个月没有见面了 所以 哇 见面起来 我们感谢主 至少我们还是 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 我们愿意来到教会 一起的来敬拜主 我想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年是过着一个 很不一样的圣诞节 而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就是自从今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都在许多的防疫措施底下 我们来过教会的生活 的确小小的一个细菌病毒 它就不断的 就不断的能够使到人 整个世界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会有今天 飞机不能飞 然后这个边界全部封闭 或者在整个生活当中 如此的不便利 办公不一定要在办公室 就在家里 上学不一定要去学校 也是在家里 等等 我想我们都是在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适应当中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 或许你现在会说 我们也是活在黑暗当中 或者在许多的限制里面 如果我们想到当时以赛亚时代的时候 的那种社会 我想跟他们所面对的 也跟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虽然不完全是一样 但是人心里的恐慌 对将来的没有把握 以及不知道前面的日子将会是如何 而我想这些都是大同小异在我们当中 这个可以不可以 所以都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 以赛亚书的九章 第一到第九节当中呢 第七节当中 就给我们看到说 就在当时的那个处境当中 特别以色列民 他们经历了他们北国 对这个亚述的攻击 他只是一个白白的闪来闪去 OK OK 所以在北国在亚述在攻净的时候 当然 这个不能你们帮我控制吧 OK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遭难的时候呢 这段经文第二章slide 讲到说 西部伦地和哪伏他利地 这两个 这两个情况 OK 这两个地方 就是当亚述侵占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是首当其中 先遭难的日子 当然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 将来就是在耶稣时代 就是加利利的这个地界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对比 就当时是如此的光景 现在却在耶稣基督的那里 得着了荣耀 但是在这里 以色亚所要强调的 在以色亚书第九章第二节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以色亚在宣讲这样的一个议言的时候呢 下一章slide 在宣讲这样的一个议言的时候呢 他已经看到说 当时战争所带来的这个破坏 战争所带来的许多的这些悲惨的事件的发生 所以这个在家园被摧毁 在整个生活当中 似乎陷入黑暗的光景里面的时候 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在这里所看的 以色亚所讲的是北国的光景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 在以后的历史的演变当中 南国犹大后来 当亚述被巴比伦侵占之后呢 巴比伦也侵占了这个南国犹大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那一个时刻 虽然他讲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以色亚 他自己也经历在整个战争 迫害里面 所以这就帮助我们了解到说 在整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当中 就算是上帝的子民 就是上帝的先知 他也需要 也在这样的一个辛苦或战乱的日子当中 来过生活 他并没有先讲说将来的这个平安喜乐 将来他生命了 反而他自己本身也在整个生活当中来经历 但是在这里所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他对当时的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宣讲 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苦难当中 来看到上帝的亮光 帮助他们了解到说 虽然是在整个水深火热里面 但是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带领 仍然的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境当中 来不断的提供他们引导能力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 特别现在进入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去百合公司走逛的时候 我们看到许多店面关门 当我们看到说 有的人在整个有一些生意 在整个疫情当中 他本身就根本就无法继续的来运作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们在办公室这个工作 在对面街有一些卖药材的 当那时候常常在中国的这些旅客来 哇 那个巴士一辆 借座一辆的 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 哇 就人群一大堆 现在那个店关了 要出租啊 我不懂你们要不要租 因为如果我是那间店的老板的话 我要花了多少钱装了那个店面 花了多少钱做了 现在我要被帝关闭 所以你看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有一些就处在这种生活的挣扎 生意的面对的困难当中 我想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都大家都比较保守 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等等 这个是对 但是整体上整个新加坡的经济 看影业啦 这些理店啦 这个航空业等等 我们都看到是一片萧条 我们都看到是一片萧条 根本飞机都飞不起油了 边界一关的时候没有人来 我想新加坡主要的收入 除了一些工业之外 我们大部分我们也是靠着理由业来支撑 现在没有理客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很多这些商店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 就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日子当中 如果没有上帝的安慰 就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日子当中 如果看不到前面的亮光 恐怕整个生命都放弃了 恐怕整个生活就扭转不过来了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到第五节 下一个 这里就讲到 神借着以赛亚讲到末后 你使这国民凡多 加征他们的喜乐 你在他们面前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像人分略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 种额和肩头上的账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 好像在米店的日子 但是在乱煞之间所穿的灰甲 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 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战争还刚刚开始 以赛亚讲出这样的一个意愿 可能我们都认为说 你讲的这个意愿 明天我可能就是被杀害 明天我所经历的 跟你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苦难光景 当时离开上帝的 偏行几路的生活当中 以赛亚讲到说 神要来解救他们 神要让他们在如此的生活当中 能够被解放 在下一章的这个投影当中 我们给我们看到说 整个这个祸害 整个苦难当中 下一章投影 整个苦难当中 带来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神的建固 这样的一个建固 在这里当时所形容的 就是加征他们的喜乐 怎样能够喜乐呢 如果是这样 在这里所形容的 神要把他们的众恶 把这些杖这些丢掉 然后给我们看到说 这些战士的 这些灰甲 这些衣服战袍 战衣等等 都拿去烧了 这意味着战争的平息和平的到来 在苦难的日子当中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望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话 恐怕苦难是越活越苦 苦难当中就越陷入在 许许多多的这些困境里面 神介绍以赛亚对当时的百姓 讲到说 他要在他们当中 来做这样的工作 的确这是将来的事情 现在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为将来而活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在第一堂崇拜当中 我们有看到许多小孩子 也在他们当中 的确是父母把他最好的 养育他们的儿女 就是孩子是他们 看到他们的成长 看到他们的成熟 这个是一个心中的安慰 也是心中的盼望 也因做这样 整个生命不断有这个动力 来推动着我们 同样的在以赛亚 在这个乱世时代 讲出这样的一个议言 带出上帝的安慰 带出上帝要来解脱 要来帮助他们 纾困 以赛亚在这里所用的 继续所讲的 就讲到说 在这个所议言的 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 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 这个婴孩的到来 是我们的盼望 是神国或我们的理想的 这个实现 当然以赛亚讲的时候 他不是讲到耶稣 当然没有证据显著 他就知道什么 但是他所领受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或许是当时的居民 或这些的老百姓所听的 或者在下一任王帝 或者在下一任我们有生之事 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在这里所种种所讲的 所形容的 就在他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看出 他来 是要来 使到他的百姓得到安慰 他来 是要使到他的百姓 脱离罪的困苦 所以当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形容他的时候 讲到说 他是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怎样形容这个婴孩呢 他是测试 他是神 他是父 他是君王 当然在耶和福音 我们也尝试 给我们看到 也用 耶稣是真葡萄树 耶稣是真光 耶稣是好牧人 来形容他 但是这个 在以赛亚的 这个光景当中 是整个政治混乱的 这个局面当中 这些往往跟他的 当时的时局很有关系 只要看到的是一个 很有策略的带领 只要看到的是一个 全能的带领 掌管一切 只要看到的是那种 关怀赴爱的那种流露 只要看到是一个 君王式的来引导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议员当中呢 就议员在这个婴孩 为我们的身上 当然第七节就讲到 将来将会是怎样 他在大卫的宝座 当然我们也知道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等等他的国度 而最终在这里所形容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 所要热心要成就的 我们下一张slide当中 我们就看到说 他所讲的那一位 那个婴孩 他是讲的那一位呢 他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所以神自己要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救恩的历史 整个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 不在于以色列人 他们用他们的方法 在这里所强调的是 神热心的来成就 他的救赎工作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命的经历当中 当我们与耶稣相议的时候 这里讲到说 神借助他的儿子 神借助这位婴孩 要将他的国度带给 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是神本身成就的工作 而不是我们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会了解认识到说 当他讲了这些议言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他所经历的 其实是战争 他所经历的 到最终是南国 犹大也被虐亡了 所以在他这一世当中 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里面 他所讲的议言 是围坐相来 我想今天我们都在 不同层面的挣扎辛苦 但是在不同层面的 挣扎辛苦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是安慰我们的上帝 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是带领我们 离开这些困难的上帝 的确我们也经历我们生命 的确神如此的带领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 其他的挣扎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就是因为他对我们所宣讲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作为 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完全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仍然还是有做这样的信心 一步一步的向前 我想这就给我们看到说 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 的确我们也是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 特别我们这一次来到 我们看到楼下进行装修等等这些 很多时候这些装修其实也不是围着我们自己 我们也可能不能享受装修之后的那种美好 这样我们不能享受那双修来做什么 让他这样咯 我想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是为了教会的将来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看到那个实况 但是我们相信 现在我们应做我们这样做 让以后来到教会的 让我们教会的下一代 年轻的一代 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教会生活当中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来持守这样的信仰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也在我们特别在疫情当中 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挣扎辛苦当中 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 我们深信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拯救 我们也深信我们如此的等候 如此的忍耐 将来神自己必将要成就他的工作 神自己要在当中来做 在我们所读的新月经文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就给我们看到说 天子向这些牧羊人显现的时候 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 当然这个惧怕是当时这样的一个 出现的那个恐慌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当中 我们生命当中面对着许多的问题 面对着许多的未知 我们也感觉到恐慌不知所措 但是天使报给我们的家义 让我们不要惧怕 因为有救主的到来 因为救主的到来是关乎我们众人的 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思想了解当中 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着这样的一个信仰 的确我们会遇到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心中仍然知道 神在掌管 神在建顾 而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继续前进的时候 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 而是我们怎样的 借着我们流露的生命 培议我们的下一代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培议我们的下一代 让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能够在救恩里面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信主的 主不一定把我们带离困境 就正如以赛亚他讲的一言 讲到将来的日子是怎样 但他自己都要在整个 这个所谓战争的祸害当中 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不一定把我们带离困难 但是当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将安全地带领我们 度过我们面前的困难 所以在苦难的日子当中 神的安慰 在苦难的日子当中 神要带领我们离开 而这样的一个安慰 这样的一个解脱 他就实现在 耶稣的身上 这婴孩的身上 而在这婴孩的生命 所流露出来的 使到我们得到安慰 使到我们在困难当中 有着他的扶持 他的解脱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特别在疫情当中 我们面对着许多的调整 但是无论如何 我相信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带领 就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仍然要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 你借做爱子耶稣基督 你让我们能够有你上头的平安 你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困境当中 在你那里得到依靠和帮助 主赐力量也保守我们 使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 我们继续地被你所建立 继续地有足够的信心 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我们谢谢主的仆人所分享 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得到 福兰中得到彷徨 福兰中得到亮光 这时候我们要 给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使徒信经 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这是过去教会 祝你多多信徒所相信的 天性不移的信仰 也让我们大声 肯定地来宣告说 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 天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以圣灵感应 由童真理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一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前人 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对众请坐或会 这时候我们请罗主教 来带领我们 一段的祷告的时间 让我们或坐或归 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特别用这一段的时间 来特别将我们心中 所想所求的 来向神交托 心中的恐惧 心中的挂力 心中的不安 心中所面对的 各样的生活的挑战 好不好 我们有一段时间 有声无声的 来在祖面前 一一的来向神交托 我们自己 开身或默默的 在祖面前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求祢在天上 推听我们 有声无声 在心里所向祢 所成名的各样的需要 祢按照着祢的旨意 也按照着我们的需要 来成就 祢让祢的名最终得荣耀 让祢自己在我们当中 祢自己来彰显祢的大能 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特别围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 向祢交托 祢是眷顾我们 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不断地带领我们来亲近祢 使到我们与祢和好的神 天父就求神祢恩待保守 让我们在逆境顺境当中 我们都懂得来跟随 依靠祢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不断地体验 祢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指示和教导 主帮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虽然我们受着许多的限制 但是帮助我们教会整体 爱祢的心并没有减弱 让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地同心 继续地在祢面前高举祢的救恩 来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向世人来见证祢奇妙的恩典 主保守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继续享有健康的身体 有着祢带领的平安 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都能够继续不断地来把祢自己的真光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照耀 主赐福给我们教会的领袖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牧者同工 主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在祢的事工当中 更加愿意地将我们自己摆上 因着祢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愿意以我们的生命来回应 主成为我们在这里的 每一个家庭的帮助带领 让我们和我们的一家 都在祢的恩惠慈爱当中 不断地同心地来服事来荣耀祢 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我们这时候进入会晤的报告 的确我们再次的欢迎大家 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 当然在阻断措施期间 我们都只是一场的崇拜 然后与线上 并且有时还有圣餐的这样的一个 崇拜在线上也一起的举行 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教会 整体都能够紧密的凝集在一起 以下几件是教会的事项 上面 就是首先是主日学 以后每个月第一个主日的主日学 孩子跟家长是一起参加崇拜 也就是说第一个主日我们将没有这个主日学 然后1月3号我们将会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就职典里 请老师们注意 那明年开始呢 在1月7号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四 我们也将会有线上的祷告会 以前都是在礼拜天 现在从明年开始 我们又移到星期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也在线上 通过Zoom的方式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一起的来扶持 所以这个是明年我们将会开始的 另外一项是有关于教会的装修 大家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 虽然看不到 上了楼梯看一下是这样 其他其实是像类似这样 我们在进行当中 这个装修我们分成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关于我们走到 那个漏水等等 因为当时以下很大 紧急我们先处理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是关于楼下一堂 楼下的这个敬拜厅 还有二楼的这个正行 我们也要进行一些装修 当然这个装修 不会把这些天花板 这些什么石膏都拆掉 我们还是保旧说 有那个旧的味道 但是同时就不予一个新的气息在里面 所以这些装修呢 包括特别楼下的话呢 就整个地板 整个敬拜厅都会有一些改变 然后主要我们刚才讲到也提到了 我们是为下一代 我们是教会的未来而做装修 而这样一个装修 包括也地露电视啦等等 这些都包括里面 然后楼下的装修好了之后 我们就到楼上 就是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是用二楼 这个正行聚会 所以等到楼下做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机会就先移到楼下 然后楼上再进行这样的装修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整个教会的外面 包括油气 包括屋顶的一些 所谓的维修等等 所以我想整个教会 我们都面对着新常态 我们也面对许多的这些需要 所以这次装修大概古迹 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 我们大概要 大概六十八万四千 这样的一个数目字 当然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在不同的层面积极的参与 并且奉献只到这样的工作 我们能够美好的来进行 最后一个报告呢 是有关于教区的这个信徒 夜校 在1月4号就开课了 就是关于雅哥和耶利米哀哥 所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你报名 然后拜一晚上 这个也是线上的课程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那个二维码 在周刊上能够来登记 当然在我们的周刊当中 我们有把我们教会明年的年历 还有些事项也放在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拿回去阅读 好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 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主耶稣所喜悦的人 有缘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有缘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所赐的福将在你们中间 藏于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家人 永远同在 阿们 慧众请坐 这个时候我们要听猜浅诗 并且默想歌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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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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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